太噁心了 这样的牛肉面你敢吃吗 这是这家非常知名的牛肉面名店 居然被爆出 居然是拿这个客人都已经吃过的 这些小菜回收 然后再上桌来卖 知名牛肉面店被爆料回收 吃剩的牛肉小菜 影片还被PO上网 画面中面店老板收回一大碟菜盘 接着竟然用手将吃剩的豆干和笋干 剥到另一盘 直接凑成新的一盘 再用嘴巴舔手指 画面看起来有够恐怖 丢的也可惜嘛 是不是 不可能一菜两卖 所以我们就说干脆 这些菜拿来我们大家中午吃 晚上的话就晚上大家吃 员工大家自己吃 老板娘承认回收剩菜 不过是给员工吃 不是端给客人 另外还说吃剩的牛肉是给小狗吃 拍声扑说问心无愧 不过影片中 员工却认真用抹布擦菜盘 再用手抓小菜 再放到托盘上 又仔细的用抹布把托盘擦干净 这么细心摆盘真的不是端给客人吗 整个厨房里老板回收剩菜 员工也照做 该怎么做都很有默契配合 一句话都不用多说 端出去是我要请问你是端哪里 有没有说端给客人 没有我是把它放在旁边 是不是那个镜头是只有照到这样子而已吗 对不对我们是坦荡荡了 这家知名牛肉面店23号被爆料回收牛肉小菜 影片还被PO上网 疑似离职员工还用文字爆料 说业者用洗厕所的盐酸漂白餐具 还用地下水来冲洗 牛肉汤五味杂陈 连老板娘吃剩的泡米汤也加进去 另外号称原汁的牛肉汤 却加进猪骨跟鸡骨 万一被回教徒吃到 恐怕因此破戒 实在相当惊悚 影片指证丽丽 虽然业者不断反驳 但恐怕很难消除民众的疑虑 主题新闻蔡壮讯 高梦若各种报道